我们要讨论一下 高山族的历史生活文化 大概是什么状况的 高山族在历史记载上面的生活文化 经常会有几个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说 高山族的社会里面 已经出现的王国 有国王或是大王 所以有所谓的悲难族 有出现的悲难国王或悲难大王 然后甚至于最近因为有一部影片 叫斯卡罗很轰行 在历史上也有人会把它称作 斯卡罗王国或者斯卡罗国王 这个是高山族的状况 那也有人把它称作狼桥王国 或者狼桥王 那在比较北部的地区 台中地区 有人会称作大渡王国 在台中大渡附近 好像那边真的出现一个大渡王 其实这说法都是一种小说浪漫的一种夸张的说法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的部落 社会一直到了这个荷兰人1624年来台湾以后 才有国家组织 在这之前原住民都属于部落社会 那部落社会顶多是部落跟部落之间会有形成部落的联盟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 因为原住民的部落经常会有部落之间的战争 也因为原住民之间太过于频繁的部落战争 所以这个是原住民人口无法大幅成长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杀杀打打人就会死亡 然后这个人口生育能力当然就会降低 可是呢 整体来讲 作为人类学的研究 历史的研究呢 一个政治性或者准政治性的组织呢 如何成为一个国家呢 它必须要收税的制度 它必须要官员的制度 才能够成为国家 那很明显的 台湾的这些原住民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 都无法被称为或被定义为是一个国家 当然更谈不上王国 甚至于人求邦 就是国家形成之前的求邦 英文叫Chiefdom都不是 所以有人说 台湾原住民早期有什么大渡王国啦 狼桥王国 斯卡罗王国 悲难王国啦 都是错误的说法 都不是我们很科学的研究历史应该有的说法 所以像台中好像高铁站嘛 然后有个DG就讲过大渡王国传奇 从来没有王国 更谈不上传奇 那第一个跟大家说明 第二个就是文化 在我们所理解的资料里面 平埔族大概都是母系社会 没有父系社会 其实我们在讲什么母系社会跟父系社会 他主要的是讲说他的亲属家族的组成 是以母亲的亲族为主 还是以父亲的亲族为主 那父系社会当然是以父亲为主 那母系社会当然是以母系为主 这个是一个两个民族学 人类学上一种分类的概念 那也有一些更重要的考量 就是说如果是母系社会 那基本上都是所谓的长女 或者是女儿来继承财产的 那如果是父系社会 那当然是由儿子作为主要的财产继承者 这个讲的是家庭事务 或者家庭事务的管理 到底是父系主导还是母系主导 形成两种不同的社会 可是基本上在公共事务上面 不管是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 大概通通是由男性在主导 比如战争公共事务的讨论 或者甚至长老的任命 大部分即使母系社会里面 出现的男性的数量还是比较多 所以不要把母系社会误会为母权社会 母权社会就是说公共事务的权利 也要由女性来主导 这个叫做母权社会 所以母权社会不同于母系社会 可是高山族里面也有一部分的人 是所谓双系社会 就是基本上继承财产 或家族的家长职务 他也可以由女儿来接班 也可以由儿子来接班 基本上这个叫做双系继承制度 但是比较少 比较少 平埔族全部是母系社会有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讲继承制度文化制度 再来谈年龄阶级 我们了解到不管是平埔族或者高山族 经常会形成年龄的阶级 这可能是基于一些公共事务的需要 或者战争的需要 特别打部落战争 那就是把男性一年龄 很少看到女性有年龄阶级 大概是男性 把男性一年龄分成不同的阶级 但是这个跟英文的class不一样 我们通常都把它翻译成age set 就是年龄的组合 所以有人叫做年龄阶级 有人叫年龄组合 其实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年龄阶级 我们就用马杰博士 他的记录里面所描述的年龄阶级最有趣 他说原住民把男人 一年龄分成不同阶级 总共有九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是55岁到60岁 他的意思是60岁让人比较少 第二个阶级是50岁到55岁 那么一个这样的推算 第九级就是15岁到20岁 反正叫做15岁开始就要加入年龄阶级 然后年轻一级的一个阶级 要服从年老的阶级 看你第九级服从第八级 第八级服从第七级 大概这种概念 然后每一个阶级的分工都会有所分派 比如说这个年龄阶级可能负责修路 那个阶级负责帮忙耕田 那有的阶级要参加边藤聚 那有的阶级要守累 那有的阶级负责收割稻米之类的 那真的遇到打仗的时候 会因为功能上的需要 就会跨不同阶级在组成联合的编队 那如果年轻的阶级 冒犯的年长的阶级 那处罚是要逐出春色六天 不可以到春色里面来住 那这个每一个阶级都会有个头目 或有个头人 然后就每一年选一天 然后就用一里 差不多一里长度的一种竞跑 跑步比赛 那优胜的人 比如说现在15岁到20岁 这个年龄阶级 开始跑步比赛 然后跑到优胜者 就担任那个年龄阶级的头人 或者我们称的头目 那整个春色部落的头目 是由每一个年龄阶级的头目 比如说有九级 每一个监警阶级 九个人里面 互相推选 互相推选 其中一个人来担任头目 通常会被推选为整个春色的头目 大概都是第一级的或第二级的 年轻的就机会比较少 这是马歼博士所写下的记录 我们原则上是根据记录 来跟大家说明 年龄阶级 另外一个就是 外界人可能不是很理解的 原住民文化不管是平埔族 或者是高山族 他大体上 大体上都会有一种猎手 粗草的一种习俗 其实粗草猎手 基本上是一个部落战争所产生的 然后在打猎的习惯里面 就突袭所产生的一种杀人的风俗 台湾的原住民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粗草猎手 大概除了蓝羽的达物族没有以外 其他的高山族平埔族都有 都有历史的这样的记录 那可能也是这种部落战争 因为在汉族或者来台湾之前 原住民之间的粗草猎手 是部落部落之间互相砍头的一种行为 那就要想讲这个也造成什么 原住民的人口无法成长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发现到原住民的人口 大概在荷兰南来之前 他的人口处于零成长的一个状况 所以不要以为说原住民的粗草猎手 一定是针对汉族或者外地 外来的人不是 他们自己也是这种情形 那原住民粗草猎手的话 大体上是用十个人左右 会组织一个队伍 然后规划粗草的对象是谁 然后进退的路线 那用隐蔽的方式 慢慢去接近这个被猎手的对象 或者说故意在别的地方放火 然后这个引开这个被猎手对象的 一个注意力 那出其不意 快速狙击或包围攻击 然后很接近的时候用利刃 就把这个猎手对象的头颅砍杀 原则上猎手的对象 只能用成年男子为主 不可以什么 因为各村市部落都有一个规定 不可以杀害妇女 也不可以杀害儿童 这也就是为什么 赛德克莱电影里面 所演的物色事件 那位莫娜努道 在原住民的朋友们内心 地位不是那么崇高 原因就是说 他在突袭日本人的时候 杀了很多儿童 跟很多的妇女 被认为是违背了 原住民的祖宗家法 就是说你出巢战争可以 但原则上不能杀妇女 不能杀儿童 所以很多的原住民族 对于莫娜努道 没有向外界宣传的 有那么高的尊敬跟敬仰 就是原因在这里 那如果说碰到杀害的对象 如果这个成年人被杀了 就遗留有孤儿 原住民经常会把他抱回去扶养 那而且经过部落的一个仪式 变成养子 还势同己出 我们最有名的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代 有一个1902年 在台湾中北部发生的南庄事件 南庄事件 这个头目反对日本人 抵抗日本这个头目 叫做什么 叫做日阿拐姓日 因为当时他们就姓日 就是被什么 就是中国人血统 就是汉族的小孩 然后他父母亲被原住民杀了 他被原住民的头目 叫日友来 抱回去收养 抱回去收养以后 后来还继承日友来 担任什么 那这个南庄的一个 私心理社的头目 然后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起来反对日本人 所以你就知道原住民的文化 大概有从部落战争所 延伸出来这种出巢猎手 那汉人来了以后 因为汉人不断地侵袭到的 原住民的牧场 猎场 或者是水资源等等 那原住民不太理解 所以经常会 不管是平埔族高山族 就开始会去攻击什么 这些中国的汉族 所以我们的经典案例 我上期讲过 荷兰人来到刚来台湾的时候 为了盖热兰遮层 那盖层就要石灰 所以他找了很多福建的工人 到台湾的布袋 那个地方有石灰 可以采取 可以生产 在那边做石灰 然后运到台南去盖热兰遮层 那原住民 尤其是平埔族的 经常去对这些 中国的这些盖热兰遮层工人 就粗草猎手 杀害了 后来荷兰人实在受不了了 就发动了战争 就什么样 就攻打麻豆舍 然后其中列了一个叫麻豆条约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详细一点 里面就有一条 说拜托啊 这些原住民属下们 属民们 你以后不可以杀害在帮我荷兰人 采取石灰的中国人 那上面是用中国人这个字眼 注意到 在荷兰人的认知文件里面 没有汉族 因为他们搞不清楚 什么汉族满族 也不称作汉人 汉人基本上是清朝以后才有的汉人满人 这样的称呼 他们一概在记录上都说你是中国人 英文就是Chinese 很简单 那所以整体来讲 原住民有这些比较独特的一个风俗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讨论一下 原住民的高山族里面 人口最多的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阿美族 那阿美族基本上是母系社会 然后阿美族基本上在花莲 台东最主要是从花莲 那延伸到台东跟屏东去了 那有名的 比如说 这个得到奥运银牌的杨传广 还有棒球选手郭源志 还有杨戴刚 都是一个阿美族的优秀的运动员 那当时阿美族在花莲有所谓的八个春色 叫做虫窑八色 虫是虫敬的虫 虫败的虫 窑是八卦里面那个两个叉叉 叫窑 虫窑八色 就是在花莲市 集安乡 封兵乡 瑞穗乡 光芙乡 总共有 有虫窑八色 本来有个虫窑九色 但是有另外一个色 因为后来发生传染病 整个色就昧亡了 第二个叫做排湾族 那阿美族是母系社会 但排湾族 这个基本上是比较靠近台东 屏东交界的大五三种发展出来的 排湾族已经发展到了什么 阶级制度了 但是没有 差一里路 就可以跨到囚邦的阶段 但一直没有形成囚邦 所以他们分成什么 头目 贵族 勇士 平民 有四个阶级 而且是世袭的 所以阶级产生 是囚邦产生的先决条件 但是他们又没有走到 九邦的一个结构里面去 那头目拥有了土地 其他人没有 所以依乎在头目成为署名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排湾族 非常有名的头目制 所以因此有人就把 屏东的所谓的 这个狮子乡就称作大规文王国 其实人口很少 谈不上一个王国 只是有了阶级的一个初步的阶段 然后排湾族基本上是用男女平权的 就是如果是 这个女的嫁男的 或者男什么女的被 男的被女的遭罪都很平常 都很平常 所以排湾族是一个 一个很有战斗力的一个 一个民族 再来说泰雅族 那泰雅族基本上是父系社会 由兄弟组成家族 共管房产 那泰雅族基本上就是刚才讲的 在中央山脉的两侧 那泰雅族非常有名 就是他的面部的刺青非常有名 但这个是一个什么族群的标志 在战争的时候避免误杀自己人 所使用所研展出来的 那这个泰雅族有很多的著名人物 比如说陈寅杰 杨林 张宇生 徐龙宣 严成旭 高金 树梅 通通有泰雅族的血统 大部分是混血儿 泰雅族跟其他的可能是汉族的 某一部分人结婚产生了第二代 再来是布农族 布农族大概占原住民总数 大概10%左右 那在南投 我们讲过在南投埔里 发源出来的 那这个也是复系社会 布农族也是复系社会 然后布农族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就是叫做拉荷阿雷 他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 抵抗日本人打游击打了18年 只有日本人没办法 就用很好的条件来着想他 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布农族的歌手 叫高盛美 高盛美 泰鲁阁族呢 泰鲁阁族呢 泰鲁阁族 人口大概占原住民大概5%左右 泰鲁阁族跟泰雅族跟塞德克族 整个祖先可能有同源现象 就是有相同祖先的这种现象 那语言很类似 那么信仰很类似 很类似 那在泰鲁阁族啊 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啊 就是1914年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总督 叫佐久坚佐马泰 为了要砍伐张树 要制造张老 要夺取这个原住民的土地 所以发动了泰鲁阁战争 我们叫泰鲁阁战役 就屠杀了很多的泰鲁阁族 要把泰鲁阁族赶开那什么张树的产区 结果呢 这个佐久坚佐马泰 也被泰鲁阁用这个剑射杀 那当然是没有死了 很病重 然后运回台北丁之后 已经艳艳一喜了 不久就过世了 这个就是佐马坚佐马泰 这位殖民总督 再来就是北南族 北南族是在北南西 中央三脉与东 北南西引南 台东海岸地区 以前有八个部落 分成七十二个村舍 都是农耕为主 而且是母系社会 长女继承制 那这个北南族 他们传说 有分成石头生的 像靠近台东资本方面 那有些说竹子生的 什么石头生的 跟竹子生的两个系统 就是所谓北南的大王的南王 他们称作南王 这个系统 南王系统资本系统 那这个整体来讲 这个有趣的是说 当时在康熙时代 这个台湾岛爆发的朱一贵事件 就是汉族 有个刚从大陆到台湾的人 叫朱一贵 就发动了 推翻这个清朝统治的朱一贵事件 清朝就召集了北南族的南王 率领了很多的北南族的这个民兵 就攻打了朱一贵民兵 而且很成功的 所以清朝就把这位北南族的头目 就命名 撤封为北南大王 那这个知名歌手张惠媚 就是北南族人 卢凯族以前有人称作哲立先族 这两个族是同一个族 然后卢凯族也是父系社会 那也有这个阶级制度 但是并没有走到了囚邦的一个阶段 他的卢凯族文化是很接近排湾族的 这个有一个音乐人叫沈文成 他就是卢凯族人 还有塞德克族 这个莫纳努道 我们刚才提了一下 塞克族 不过塞克族大部分人很少 大概就是不到一万人 他基本上是在南投仁爱乡的那个春阳温泉 那个德路湾 就Truang那附近 再来周族 周族就是阿里山 那周族也是父系社会 也是父系社会 那很善于这个战斗 那周族有很有名的这个歌手 叫汤兰花 还有田丽 都是大家都知道这两个 塞下族 塞下族我们讲过 就是在新竹苗栗山区 然后他跟客家汉 汉族客家人有很多的互动 也是父系社会 也是父系社会 那我们刚才讲过日阿拐 这是塞下族的 达物组就更简单了 他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台东外海的蓝鱼 那有知名的这个飞鱼器 因为蓝鱼就是在火山岛湖上面 蓝鱼绿岛巴丹群岛是整个在火山的岛湖上面 湖是什么是湖形的湖 不是那个湖水的湖 只是湖形的湖 是一个岛湖 这是个火山 因为菲律宾的板块有了裂缝 从裂缝里面跑出这个火山 那火山组成火山群岛 就从蓝鱼绿岛一直到巴丹群岛 所以巴丹群岛上面讲的语言 跟达物组能够相通 那早期的日本的人类学家叫鸟居农场 也就把达物组称作亚美族 那达物组没有找到他们有任何出草的一个记录 鸽玛兰族 鸽玛兰族 以前人是比较多了 但是很不幸的 鸽玛兰族在1650年的那一段时间 碰到气候危机 宜然受害很重 什么瘟疫 什么地震 这个暴风 圣鹰现象 宜然都所当其冲 鸽玛兰族 几乎人口整整在短短三年内少掉百分之九十 少掉百分之九十 那后来到清朝的1796年 那汉族的吴沙又带了很多的汉人 到了这个宜兰开墾 那么也对这个泰雅族 鸽玛兰族产生很多的冲突 鸽玛兰族的土地也都被抢夺了 被抢夺 然后很多的这个鸽玛兰族 原先在清代的时候还有五千多人 但是到了这个日本殖民统治 大概只剩下一千多人 变得很少 而且因为总统严严有部分的鸽玛兰族 就流落到了这个花莲 然后躲到了阿美族春色里面去 那被称作加里婉人 所以加里婉人就是鸽玛兰族 因为最早的鸽玛兰族有个春色叫加里婉社 撒奇莱雅族也是在花莲 那撒奇莱雅族曾经发生过一个叫加里婉事件 或者叫达顾湖湾事件 那人口本来就不多了 但是差一点被清政府的军队给媚族媚掉 那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会 因为当时清政府要开通 这个所谓的苏花公路等等 结果这个撒奇莱雅族跟加里婉人就是干马兰族起来反对 那两方面没有沟通好 结果撒奇莱雅族冲动之下就杀掉了这个清政府的军人 我们要讲清政府基本上我们从历史记录来看 他是对原住民非常好的一个政府 因为清政府的皇帝是少数民族 所以他对待原住民的各种政策 基本上都是保护为主 而且经常修以汉族来保护原住民 可是有个原则 你不能杀清朝的军人跟官员 这是大计 不管如何不可以杀 结果清政府发现那军人被杀了 就发动军事征服 就差一点把这个撒奇莱雅族 目前为止大概不到一千个人 跟早期有关系 少族 少族在日月潭附近 大家都比较熟悉 有些日月潭都看到水沙连 以前有24个社 现在规模比较小了 拉阿鲁阿族 人口大概目前就两三百人 比重很低 那我们没有特别提他 卡纳卡富族也是一样 那些卡纳卡富族基本上都讲的是布农语的 那所以整体来讲高山族是这样 这个这种状况 那我们下一集再谈已经消失的贫富族